这些纸艺创作都是天才剪纸艺术家谢宁 18岁之前完成的作品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触剪纸的谢宁 剪纸不用打草稿 就可以把各种动物 漫威人物 甚至是立体的纸艺方块人剪得活灵活现 可以用创作来就是让别人知道 说自己现在想什么想法 我很喜欢动物 做很多有关动物的作品 以动物为居多 我很喜欢那种英雄卡通或是电影 所以我就是做很多电影角色 她从小就喜欢动手 然后剪一剪贴贴画画 然后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这些事情上面 藉由这个东西跟大家产生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很支持她 从小喜欢涂鸦的谢宁 因为学校老师与父母的包容与支持 让她的创意可以自由挥洒 并与流行文化充分结合 谢宁独创的漫威英雄人物简纸服饰 自己穿上身 钢铁人是她的成名作 她最喜欢的则是黑武士 还有死士这两件作品 她也为自己设计了一套专属的个人英雄服装 自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英雄身份 还是自己的英雄自己大 谢宁的艺术天分 藉由母校台中明道中学的推荐 获得了英国伦敦艺术大学的肯定 提供假学金让谢宁到英国留学 有些孩子有特殊的属性 有特殊的才能 有特殊的需要 教育其实需要特别化 尤其有特别需要的孩子 更需要特别化 多才多艺的谢宁 不但会减脂 还能够用动画 把喜欢的台湾艺人变成了动漫人物 把政治人物变成了搞笑的卡通 谢宁希望他的原创台湾超人 有朝一日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 谢宁透过简纸发现了自我 也藉由简纸与大家分享他的奇幻艺术世界